在摩洛哥北部有一個全非洲最大的古城 超過1200年歷史 雖然每日數以千計遊客湧入 居民就好像每日過著一樣的生活 周年皮駕工場的染缸也都湊足1000年 非斯古城自13世紀開始已經是摩洛哥的首都 到上世紀20年代才遷到拉巴特 但在文化意義上 非斯仍然是摩洛哥最重要的都城 有不少摩洛哥傳統工藝 到今天仍然在非斯古城裡得到保留 其中最出名的一定是皮隔工業 古城裡有三間傳統製皮工場 其中一間有成千年歷史 是古城裡規模最大的一間 摩洛哥傳統利用牛尿、駱駝尿、白鴿屎等等動物排泄物 是皮隔加工 因為排泄物裡的阿摩尼亞可以令皮隔變軟和增加彈性 令皮隔更容易上色 因為這樣工場裡很臭 大部分遊客來到這裡拍幾張照 就會轉頭入皮隔店裡購物 難為工人每天在這種環境下工作 有時下半身還要浸在分池裡 用雙腳踩皮加快變軟速度 所以也經常有工人因為這樣而染上皮膚病 原料看來有機 染料也取之自然 好像黃色就是利用石楼皮來染的 但大量污水排入河流 仍然破壞環境 衍生衛生的問題 因為這樣 當地政府經意斥資在新城興建污水處理設施 還打算將古城裡的皮隔工場搬到城外 本來的工場就可能改建成花園 被遊客參觀 千年工場如果真的要搬 怎說都是一件陷事 但城裡還有不少幾百年歷史的建築 即使城裡的環境再擠迫 也依然保留著 古城外面有一大片墳場 生死之間竟然可以這麼近 但這裡的墳場不止沒有陰森的氣氛 反而是登高散步的好地方 上到最高處 可以回頭看回整個老城 或者帶食物上來野餐 也是欣賞菲斯古城的一種好方法